謝謝帥小老師的開場牌 那 這位公民記者這邊 也真的是沒有想到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們有一次 就是何老師的課程 那 那一堂課 只有 三位同學來上課 韓老師的話 就是何老師 那以前是我們的 屋班長跟我 還有一位就是小敏同學 這三個人 對 然後在課程上 老師說 啊 這邊要怎麼想 這怎麼上下去 結果我們就去吃 老師就帶我們說 啊 我們去吃個冰好了 那吃冰我們也不忘說 要拍成那個公民記者的那種精神 就找一家有特色的冰 叫雞蛋冰 那吃冰呢 我們還是 就是 雖然吃冰 但是我們還是把那個公民精神的 公民精神的精神發 那個發揚出來 就是 拍老闆 就是老闆 你那個雞蛋冰 可以來給我們講一段歷史嗎 雖然吃冰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做成那個公民心文一則 然後來 把它這樣子 把它拍成一個影片 那就是說 我們作為公民記者就時時刻刻 都是會有一些狀況 啊 不管倫多倫少 我們還是 有用自己的興趣來拍出自己的影片 那 何老師之前最早跟我們講的就是說 我一直不相信 他一直就是說 你們以後一定會成為一個公民 你會承載著發展一個協會 啊 你們要出自己康務 那時候我們都在去 對面跟他笑 後面就說 不可能啦 那就是這樣 結果今天 現在大家也成立協會 或是做一個康務 所以說成為公民記者 踏出第一步的態度 我真的也不用說想射限太多了 那就是有興趣就做下去 後面的發展呢 可能會跟你所想像的會更好 會不一樣 那我們就今天我做一個開場 那成為公民記者的一個心得分享 我就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咦 怎麼弄 咦 怎麼弄 咦 咦 怎麼弄 咦 咦 怎麼弄 哇 那這我幫你按 好 這不行喔 好 好 好 咦 這裡沒有火出來 啊 我知道了 等一下喔 好 這樣關掉 好 這個還是你懂的 哦 不是 這不是 我會聽我哥你在哪裡 那個 我用USB啊 咦 現在是 USB 好 USB 這個 第幾個 這 這裡踹拍 這個好 然後第二個 第二 對 對 好 我幫你按一下 你就是說下一頁 好 好 那 之前成為公民記者 我想大家就會 自己而有感 就是 成為公民記者 有什麼樣的改變 那以前我們大概就是說 有走過 看過路過 都快速流走 不知道景點有什麼特色 就是以觀光的角度 去感受這個風景好不好 東西好不好吃 老闆跟服務員態度好不好 在成為公民知者之前喔 我想大家的態度應該也是這個方向啦 那接觸六年的公民記者之後 再去面對以前走過的地方情景 就產生不同的想法 譬如說我上次小琉球我去過一次 那何老師那時候辦了一個就是去小琉球的那個三天 在同樣走過那個場景喔 排出來的東西 所看到的東西都完全不一樣 那就是大概 大概公民記者齁 參加之後有一些 心情上的轉變看法也不同啦 那這個地方呢 是到那個地方就會想到說 成為公民記者 你這個地方是怎麼建造起來 為什麼要蓋在這裡 啊這個地方蓋多久 人家為什麼要來這裡齁 有什麼吸引的地方 有什麼歷史典故的那個連結齁 那就是 就會變成看到這些景象 就會產生你很多的疑問 那就是 這大概就是我們 有些人在成為公民記者 我會遇到一些同學問我 就說 欸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發問 每次遇到這個要採訪的時候 要問什麼 他不知道 其實齁 就跟小孩子一樣 你來到這裡就 欸這 這想到去耶 有什麼去這裡 這什麼 啊來這裡有什麼事 歷史典故 就馬上遊覽而生喔 就大概你可以就是 成為你一個訪問的一個 開始的一個疑問的那個開始喔 那以前呢 都是會經過那個 那個在駐竹的解說之下 產生一些想法 但是還沒成為公民記者之後 想想 就走了 那成為公民記者之後 你就有機會把它記錄下來 把它傳達出去 我想這個就是大概 成為公民記者之後有一些變化 那下一頁 那有什麼樣的收穫 我覺得齁 是說呢 運用一些影音剪輯的 那個軟體的新聞來發生啦 那 這個發生喔 我大概就是 有做了幾個作品喔 就大概剛才 帥強老師說的那個馬祖喔 這那個大橋 那還有那個三雕林 一個廁所喔 公廁 本來是要去三雕林 拍一些 美麗的那什麼 隧道啊 然後遇到導遊 突然發飆說 該去那三個月拍 啊去什麼月 啊這便宋齁 炒到要死 啊不然便宋齁 結果變成 目標馬上轉到這個有議題性的那個 這個拍攝方法齁 所以馬上就會 為他們來發聲 寫一篇 然後呢 也得到一些 海岸的那些 觀光的一些 政府單位 的回應喔 那大概 就可以為他們來發聲 做一些那個 那個什麼 剪輯公民新聞 那個發聲這樣子 那輪體的音樂多化 多元化的連結呢 其實這個我也很有感喔 就是說 以前只會說 FB LINE這樣 但是你學習公民記者 就有很多的一些技巧連結 這些對我們公民記者而言 真的是可以學到很多 這次我有 有什麼收穫 大概只有這個 那最重要就是 遊走台灣各地 吃便各地美食 買便民產伴手禮 這個我的師父應該算是 何老師啦 他買的比我還多 我還比不上他喔 我每次都跟他進去喔 看他都拿一大袋出來 所以我們做過功民記者 其實還有這三個 遊走台灣各地 吃便各地美食 買便各地的民產 這還是支持我們一個 前進的一個動力 要不然 只有拍攝也真的是太無聊了 那其實認識了很多 公眾人物以及事物 像今天我們去拍的那個 新增香 那個花生蔬糖 其實我有之前有採訪過 其實他裡面還有很多 鴨香寶沒有拿出來 他一個百年 以前老時候 用花生的電風扇吹 那個 眼頭刀那種機器啊 很古老那個 還有一些什麼 烏龜那種 他沒有拿出來 其實我們自己去 拍訪問的時候 其他的鴨香寶齁 我們做功民記者 真是可以看到很多 我們看不到 到底私底下沒看到的東西 那走過路過 就是不再錯過 我們走在西澤巷洞之間 都會因為有感 因為我們成為公民記者以後 我們私底也就真的不一樣 所以說成為公民記者是 大家一個成長的開始 那我現在要分享一下就是 就是我拍了幾個公民新聞 遇到了幾個狀況 那我最近有就是 突然就想到說我拍的東西 好像有一些突發型事件 就是客觀的 就是到現場 這部影片就是大概就是說 我去花蓮的時候 去 剛好去 辦一些事情 家裡面的老大有 叫我去辦一些事情 說是不是去遊玩啊 然後就走在路上看到 那天剛好風很大 那椰子樹啊 就這樣搖搖搖搖搖 搖了那個車是說 像那個椰子快掉下來一樣 那就心 心有氣焉 就是有一種感覺說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 那個 一個新聞的題材 那 可能是很好的發生 那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再 裡面有一些 那個什麼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內容狀況 唉唷 不行耶 我是用那個 影片連結的 對啊 在USB裡面 對 哇 沒有聲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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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政府種的嗎 因為它看起來像是 自人苦地 哦 私人土地,這塊可能就比較麻煩了 若是私人土地種的東西 那可能應該有個什麼方法可以去管治一下 讓不要因為私人土地自己種出來的機遇 當成人家這麼危害 考慮保護自然環境和城市美學的平衡 當地政府和居民應採取積極措施 樹立告示牌,定期修剪 讓行人露宿,呈現的是美景,再次威脅 國民記者,威廉花蓮採訪報道 這樣可以跳出來嗎 那這一... 這一個呢,就是大概現場走過突發有感 來拍出來一個影片 那其實在... 我這邊就介紹大家有時候在問的時候 就是問那個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有那時候其實有一個想法 有同學問我 說到底有一些事情他們不會問 他怎麼問 那... 這邊有感的發覺 就是大家可能在問的時候 我問這個路人的話 就是說讓他們 盡量自己把自己的感受給講出來 那千萬不要說 就說 哎呀... 這位遊客的話 今天風很大,那時候感覺會很危險 你會不會覺得很危險 我千萬不要這樣子問 如果你把他講完,他只講一個 對 那你什麼後面都接不下去了 那你可能就是說 啊... 請問一下你有什麼樣的感受啊 讓他自己發表出來這樣子 那其實在現場要找人 也不容易喔 那... 你要去找什麼人 那一排人 你要找一個人來講 那你要怎麼講 大概就是 會找... 會找那個比較年輕人 比較勇於那個 會發生 那抱小孩 我也不敢去找他 他們可能就不方便 會不會去受訪喔 那大概 在挑選那個民眾受訪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挑選那一個 就是... 比較有那個年輕的 那比較... 沒有什麼累贅在旁邊 拜小孩推車 他們就比較不會受訪喔 所以我大概就是 挑那個年輕人 來這邊受訪 當然我要去跟他 那個... 訪問的時候呢 也遇到一些狀況 就是說 人家說 欸...你是什麼人 你為什麼突然來訪問我喔 那其實 我會表明這個 來意來佐證自己的身份嗎 這個很重要喔 那... 其實我在現場 我也跟他講說 我就把我的名片拿出來 喔... 我是那個... 我們自己有做名片啦 我們是... 中立好生活 我們之前老是 幫我們做那個名片 公民記者的 那佐證自己的身份跟他說 喔...我這可能會拍... 拍拍在電視... 公共電視來為你們發聲喔 啊...這樣子來改善這個事喔 欸...他們就很願意來... 分享他們那個心情感受 來跟我們講 喔... 那大概就是說喔... 訪問的時候 遇到了幾個狀況呢 大概就是說喔... 喔... 現場的民眾的感受呢 就... 我就盡量讓他們去... 去講 不要我們太... 設想太多喔 然後挑選民眾的時候呢 就是...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哪一些可能是你比較容易... 喔... 他能夠比較容易就是說 他... 有意願去說的 那表明自己的身份證 這幾個我是認為就是說 這個... 這個影片帶給我... 那時候的那些感受喔 那第二個... 突發型呢... 的一個影片呢 我有印象很...很深就是... 那時候也是... 班上... 何老師帶隊喔 帶我們去那個... 龍森村... 那個... 昆魚那個垃圾場那一個... 那這一個呢... 那邊本來我們也是安排去... 那個... 採訪... 一位大姐 就是那個... 農村的女俠 那後來呢 就是突然... 轉變... 跑到那個... 龍森村去喔 就完全... 本來有寫那個採訪稿 去那邊完全沒有稿啊 那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訪問喔 那時候我就遇到這個問題喔 那其實這平常... 也就是... 頭腦就會馬上說... 喔... 老師之前教了... 就是喔... 五個W啦... 一個H啦... 那些人日時地物啊... 當然這些都很簡單喔 但是... 還是你的基本功喔 因為... 你... 完全... 脫離你的主題 你要去訪問的時候 可能就是... 要用那種... 你的基本功啊... 就是這些公式去... 去... 去做採訪... 那就是... 對方的採訪... 我會想到... 那時候就是... 想到對方的訴求是什麼啊 現狀未來... 距離破壞了... 還要做平衡報導 那關於這個平衡報導... 經常帥... 帥雄啊... 或是... 老師在教授說... 欸... 就今天要做一些平衡報導 可是現場喔... 可是... 呵呵... 因為蠻... 蠻那個... 火爆的... 或是什麼... 那個... 廠商那邊喔... 有一些對立方面的可能... 我們要去採訪也不好報導了... 那大概我們先... 看一下這一個... 片段... 因為這太慘... 拍... 拍一下片段... 讓大家看一下... 阿立市造橋鄉龍森村... 居民大部分是以物農為業... 當地有一座的蓄水池... 灌溉附近的農田... 約五百多風景土地... 沿著自然湧泉的大潭蓄水池走去... 風景非常優美... 當地是台灣南瓜知名產地... 村長也極力推廣... 當地農特產品... 與觀光產業... 每一年都辦很多花生... 還有很多花生... 這金塊很美... 歡迎大家來看金塊... 我的金塊... 全身有名... 兩百五十米的隧道... 都在水中... 很涼的... 全身有的人... 人生人害... 還有一時... 就是我們的小農...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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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 南瓜... 什麼瓜都有... 都在這裡... 歡迎大家來... 龍森社區... 大潭南瓜隧道... 2002年... 在當地掛蓋水源... 約三百風尺的玻璃處... 被設置了... 事業廢棄物掩埋場... 當地居民... 長期抗議之處... 在鄰近水源處... 設置掩埋場... 會影響當地的... 灌溉用水... 甚至所生產的... 農作物... 將來賣到都市... 都會危害人民的健康... 這個大潭... 那個... 草檢池是... 苗栗農田的離惠館... 對面... 昆怡會去... 煙埋場... 他... 他要... 做... 會影響到這邊的水質... 因為他... 地勢比較高... 透過地下水... 會... 影響到這個水質... 所以... 這個... 現在區域包括... 紅香大姐... 環保里... 海保里... 大山里... 外埔里... 東明里... 差不多有五百甲的土地啦... 所以... 我們要守護家園... 因為台灣很小了... 如果... 透過食物鏈... 那些農產品... 賣到都會區域... 大家都受害啦... 所以... 這個... 昆怡... 廢棄物... 煙埋場... 這個... 我們要組長... 他是把全國有毒的廢棄物... 沒有處理過... 直接... 埋下去啦... 那個... 影響太大了... 這個... 抗議已經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他都不放棄... 當地自救會的農民認為... 廢棄物掩埋所產生的廢水... 會透過地下水域... 進了... 這個大概就是... 當... 當初我們去拍這個... 毫無準備之後... 馬上轉接到這個... 廢棄物掩埋場這邊喔... 那其實... 那個... 現場的民眾跟那個廠商是... 對立的喔... 那我們... 跑到他裡面去喔... 結果呢... 當天也叫來了... 七部警車喔... 來對付我們這批... 那個... 參加的公民記者喔... 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那時候是... 倒數第二集人回來... 警車已經包圍了... 我都很怕... 我被控在裡面喔... 出不去喔... 他打電話叫何老師來救人喔... 那時候印象很深喔... 那時候印象很深喔... 其實這一場... 還拍得滿那個... 很滿那個什麼... 還驚嚇的喔... 就是說喔... 要回去的話... 這裡... 喔... 那... 拍這個葵宇的時候... 那... 就是說... 這邊裡面的... 有一些拍攝的一些什麼... 一些喔...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喔... 現場啦... 雖然我沒有手稿... 但是呢... 我會想到說... 喔... 他現在的訴求是什麼啊... 把他問清楚... 就讓他們一直講... 那現在... 待會發生了什麼啊... 那未來會產生什麼... 距離破壞啊... 那很想做平衡報導... 但是... 現場那個廠商那邊... 阿嬤... 在現場那邊... 抗議... 抗議二十年那個... 他說他抗議的時候... 他是他阿公... 然後抗議他現在... 八十幾歲... 換他們... 接下去... 還在抗議... 那身為公民記者的我們... 那時候就說... 好啦... 這個... 一定要幫他報導出去喔... 然後把他報導... 就是... 幫他發聲... 那... 就是... 現場呢... 我就是在拍攝的時候... 就是... 很想拍那個很衝擊的畫面... 因為我們在拍公民記者的... 那個... 那個... 新聞畫面裡面... 就想要有那種... 衝擊那種畫面... 但是那個山谷剛才... 只拍到一個側邊喔... 就是... 開發畫面啊... 污染水源... 那個距離畫面... 我拍不到... 後來才衍生的是說... 那時候就想要說... 阿... 如果有一台無人機喔... 我就可以飛上去看... 然後就可以把那個... 全景都拍出來... 那時候無人機好像... 還不是很慎心啊... 但是我已經有那個念頭喔... 那一直買到現在喔... 欸... 我終於有那個無人機... 可以去拍喔... 現在就有學了一聲... 無人機... 飛行的技巧... 現在隨時這些畫面... 我都可以拍得到喔... 那... 大概這個... 就是... 面對這種... 公民新聞的話呢... 就是大概... 這一次喔... 就是那個... 居民那個... 居民的那個... 陳述畫面很多... 很真實... 但是我沒有辦法拍到... 做分鏡給大家看... 所以說... 大概就是引起了... 我那時候就最... 最... 想要的就是用無人機來採訪這個畫面... 那... 講到這個... 無人機喔... 我有看到... 好像我們... 一些夥伴你會用喔... 但是... 這真的... 你們要用無人機喔... 真的要知道這個法規... 因為它罰得很重... 你不能隨便亂飛喔... 你不能說... 看到這個... 你想飛就飛喔... 這個罰就是... 三萬塊起跳喔... 你千萬不要亂飛喔... 那... 這是有法規的喔... 這是說... 這些使用法規... 你如果不清楚喔... 建議大家還是... 不要去亂飛喔... 因為他們這邊... 雖然紅區黃區... 還有高度限制... 跟那個... 建築物的距離喔... 所以大概... 運用無人機的話... 大家可能要... 公民記者來使用它... 可能要小心一點... 那就是... 大概... 很有感人就是... 這一位呢... 在抗議裡面... 他其實... 手已經中風了喔... 他還在現場抗議... 他一直在講說... 啊... 他們受到什麼樣的... 那些毒害啦... 什麼什麼... 那這位呢... 也是八十幾歲... 他跟我講... 他從六十幾歲... 他... 上一輩人... 抗議... 抗議... 已經不見了... 然後換他來繼續抗議... 所以這個抗議已經二十年了... 那現場這大石塊啦... 那後來警察... 來騎乎警車... 喔... 這個... 上面的廢棄物... 到這邊... 五百公尺... 那水會汙染... 那大概現場這些... 只能夠用... 像... 沒有無人機的話... 就可能會拍到這些... 比較不會說... 一些很真實的這樣子... 畫面的連結這樣子... 那這個事件呢... 就很親信的就是說... 他被報導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 也其實也... 還有一個推手... 就是我們何老師喔... 結果... 也去做連結... 把他就是... 推上一些... 比較一些... 有新聞議題性的... 後來... 全國各地的新聞都... 就報導這個... 我們報導完之後... 就是... 後來又是串連各的... 電視台都有來... 繼續相繼報導... 後來呢... 一年多之後... 終於... 他這個開發案... 被政府給否決掉了... 那也就是因為... 我們公民記者這邊... 有初步的一個發生... 一個努力... 才有後續這些連結... 然後把這個... 他們那個... 要... 阻止這個開發案呢... 讓他... 就是停擺了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公民記者... 還是有這種... 影響力的喔... 那不要小看自己這樣子... 那這個呢... 就是我... 學... 運用無人機... 學會無人機之後呢... 就是... 做了一片的一個... 就是... 苗栗的... 那個... 蕭波快... 那蕭波快這個影片呢... 其實... 就是... 他這個... 影片呢... 其實不是我... 那裡面的訪問... 不是我訪問的啦... 那其實是我老婆那時候... 去訪問... 他也是初學者... 他就看看... 唉... 這喔... 這啊... 拍什麼... 就要把他丟掉了... 但是... 他有議題... 就覺得... 這邊我就看到... 唉... 你把什麼東西丟掉... 我給我看看... 哇... 這個內容不錯喔... 就剪來拍... 那剪來拍... 其實說... 他就是... 運用我那無龍機的畫面... 就是蕭波快跟海岸線的衝突的畫面... 唉... 我就可以拍出一個... 這相對的一個關係喔... 然後... 這裡面呢... 還有一個... 那我們先... 新產一段... 可能在... 討論裡面會比較... 比較那個清楚喔... 我們先... 看一下這個畫面...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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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苗栗豪旺角的至高景點 可瞭望海口景象及三角美景 遠方也看到綿圓約500公尺的消破塊 水利署表示 這是為了抵禦當時 塔美颱風破後、潮水侵蝕 保護海邊環境而所設計 當地居民長期觀察表示 消破塊不僅破壞海岸警官 也會影響生態環境的樣貌 消破塊有一個問題存在 就是我長期觀察家 那個沙、海沙、海沙一直吹吹 吹到那個消破塊 被消破塊擋住 沒有辦法進到岸邊來 一個大潮 就是把燭光旁邊倒進去 大潮推上 就把那個拖回去 拖到海邊上、拖到哪裏 還掛著保護器 或是那個潮水侵蝕上面 所以那個沙一直吹起來 他這樣把那個水侵蝕都打死 如果生物也變得完蛋了 在地居民翁先生表示 草間帶因石頭細殺積蓄 造成石頭縫間細減少 讓生態的生存環境空間受到影響 這叫做我阿嬤的狂狂 你去打的就是 拖到海邊的狂狂 死的狂狂 要扔、要扔魚、扔魚、扔魚、扔蝦、扔蝦 就是要滑狂狂 我阿嬤現在叫做滑狂狂 滑狂狂就是 其實要去滑狂狂的 滑狂的流動 叫做滑狂狂 你不要打的 你如果要走 走去 你滑狂狂的 滑狂狂的 滑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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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根據沒有生態 那個石頭 在地下沒有生態 洪先生回憶起從前 當地沒有放置消波塊的時候 海灘所存在的樣貌 以前沒有消波塊 但是整個海岸建設 那個時候 那些小人 滑狂的 那個時候 還有打了 海邊的時候 把它覆蓋成海陸 會亂存 然後還沒有這個 海會侵蝕到陸地的問題 當初政府設置消波塊 是為了保留沙地 維護海岸線 如今鄉民指出 消波塊的設置 反而造成海沙無法回流 居民認為這些消波塊 應該移除其他地點方式 所以你們那個消波塊 會慢慢慢慢的作用不大 因為那邊沒有人住 那時候有有防潤 在網上海的消波塊 消波塊都行是可以 它都要鋼口氣 這個不是鋼口 這樣鋼口 有什麼 然後一些刷都 又回到草間大 草間大就是 我們西山 政府相關單位 是否應該傾聽在地鄉民的聲音 對蕭波塊的放置,重新做出正確的規劃 充造出兼具安全生態與視覺景觀的海角新樂園 國民記者威廉,苗栗採訪報導 這一片的影片,大概就是我全部運用無人機去現場取景拍攝 來拍攝蕭波塊跟海岸沙灘之間的關係 所以大概就是我學會無人機之後 就開始用無人機來做新聞取景拍攝 那這片影片呢,就是也是 PO在PETPL上面之後呢 也被他們海岸署給看到了 所以他們也變成很重視這個問題 後來就是有行文 給這個描迪他們的相關單位 他們那個海岸協會的那個單位 然後後來呢,就是有吸引了各個單位來現場會刊 來正視這個問題,他們要處理這個消波塊的問題 那現在還在繼續處理中 那這又讓我聯想到說 哎呦,原來我們的寫公民新聞力量 還真的是力量還蠻大的 不要小看你們自己寫公民新聞 其實在PETPL上面的公民新聞 真的會影響到 影響到相關單位的注意 然後處理後面的事情 來幫忙他們發聲 那這裡面呢,其實我們要注意的時候 我們拍攝這種 這種一些議題性的一些影片 我們新聞記載的事實的引用 一定要非常注意 要不然可能會被打槍 就是這裡面是新聞記載 這邊我大概就是 有時候他們這個消波塊是哪時候設置 是誰來設置的這個政府單位 然後這個單位被我登出來之後 他們就看到 怎麼我們名字在上面 他們就想辦法齁 就是出面回應了 就是這個怎樣 後續的處理這樣子 那大概就是我們在拍這個影片 那其實各位同學如果在拍一些長篇紀錄的話 這也是大家一個很好的題材 就是說你們有拍攝一些討論 然後得到政府項目的回應 後續的處理動作以及反應的反饋 這些後續的紀錄上 這些後續的紀錄上 都是大家做長篇紀錄的一個題材 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我當初拍這個影片的一些發想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過來就是也是一個議題性的報導 這個部分就是我當初在三丟林那邊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拍這個影片去現場拍 你根本就沒有那些分鏡可以用到怎麼辦 那我那時候就是在想說 像這個廁所你看他講到三丟林這個廁所 他這邊大家從A路口走到B出口 B出口那邊是沒有廁所的 大家可能會憋掉 憋到就是會受不了 那當地的導遊他就跟我們談出這個問題 他就很強烈的反應在這個問題 那就幫他報導 那這裡面的客觀事實 就是當初我也沒有什麼廁所畫面 大概就是說 也是請對方呢 就是把那個 請他幫我拍 變成我是在教他說 你要手機周文 然後拍幾秒不用動 你要怎麼拍 拍這些廁所畫面 他拍了好幾次 差不多來回三次 我說前面不好 然後再教他拍 然後第三次他拍畫面 我才拿來用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大概 大家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說我沒有畫面怎麼辦 其實你在受訪 你受訪的那個人呢 你可以要求他 請他幫忙 就去幫忙拍 那就可以解決大家說 我現場沒有畫面怎麼辦 那大概就是說 可以運用這種方式 就是去那個 拍 要求對方來幫你拍這個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最近我都會接觸到議題型 那也是 這也是得到一個 他們海岸屬的 海岸單位的一個回應 就是說他們也正視這個問題 然後 受訪子也回饋給我 就是說 他們有政府單位來跟他講 說這個東西 你怎麼跟我講得這麼難聽 什麼 所以說 我們的拍攝的議題 還是 真的是陸陸續續都 就要介紹到一些相關單位的回應 一些相關單位的回應 那這個 最近又拍了一個議題型 就剛才帥瓊說的 就是說 馬祖 這馬祖的一個隱形橋 就是大概 創造出什麼 Peple裡面 裡面有百折流 後來我一看到留言 我也嚇跳 我就說我很怕 我拍這部影片 會不會在裡面被人家留言罵 就說 你拍這個什麼 你是不是亂講話什麼 所以說拍這個議題型 這個是 每次我要拍的時候 都要有所本 裡面要講的 OS或什麼 都會有所來源的時候 都會去上網 找一些 他們 他們居民講過 我才敢去 去那一個 去把它寫出來 要不然這種議題型 讓我報導 同學在報導的時候 可能就是 會被攻擊 也不敢去碰 那最近我都在碰這些議題型 所以說 這裡面我就會比較小心 就是在OS的引述 要我所來源 就是有一些人講過的 或是說 他們受訪者 是有相關的去講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 欣賞 先參考一下這個畫面 馬祖列島約有七成的居民 居住在北甘島和南甘島 其間的交通只能靠船之接駁 如受天氣影響 船運的中斷頻率極高 如果那北甘有一座大橋連接 這樣可算起兩島一日生活圈 但是為什麼居民認為 它是一座浮沈的引擎橋呢 來聽聽看居民怎麼說 我跟你講 南北甘做一座橋 這個部分 可能難度比較高了 是喔 難度比較高了 談了很久了 然後他們再吵這個 交通一下 一個神奇的時候 就拿出來吵一吵 選過後給他丟 南北大橋 真的講好久了 一直沒見 為什麼縣長一直派 拿去一直沒見 選舉之後 都是開口呢 支票黨滿天灰 兩次講 這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在居民口中 談了數十年的馬祖大橋 每逢選舉話題再現 選後又消息無聲 現今大橋外觀設計已初步呈現 居民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這個橋已經 已經改設計 這個牽車的經驗是經驗的問題 嗯 沒有經驗 沒有那麼容易啊 但還是香的啦 當然其實 這樣算變 我是覺得可以見搜 真的比較方便 騎機車開車就填過去 馬祖大橋興建與否 居民想法不同 也憂慮對島內生氣產生影響 居民到底是不希望見 有人希望有人不希望 好像是說沒有必要 因為過去也真的太快了 搭船過去只要15分鐘 現在以後真的做橋 做橋求著的話 床一步就到了 馬祖大橋浮沉十餘災 利弊之間也引發鄉親的相義 是居民憂慮災難的開始 還是南北竿共榮的未來走向 將是馬祖未來發展的新指標 國民記者威廉 馬祖南竿採訪報導 好 那這部影片呢 就是當初 要去馬祖之前 我去做一些功課 其實 我有找一些關係 就說 可不可以簽簽簽 簽簽在地的一些人 來受訪 但是其實這邊的居民 還蠻封閉的 甚至一些政治人物 或是什麼相關的 他們不敢談這個議題 那我過去想說 我一直要做這個馬祖大橋的議題 要怎麼樣的訪問 那就是 第一個 我當然是透過關鍵人物 想要來簽簽做訪問 結果這個好像 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目標 那 後來我就用對價的關係 因為我是去那邊拜拜 問那個宮廟的主委 我就一直問他 問到他沒有辦法 他只好會對一些話語出來 就是當然我就用對價的關係 當我們要找受訪者不好找的時候 就大概 第一個 當然是先利用簽簽簽簽 這不行的話 就用對價的關係 然後 先畫一些家常 就是 那個什麼 那個像那個 剛剛在搖那個 搖船 搖滷那一位 還有那一位 那一個現場 賣小吃的那些東西 那其實 你直接問他們 都好像不到話講 我就因為我脫工 就跟他套關係 一直講著 那講著講著 就突然就轉到說 欸 你們 過去都做什麼船 都做什麼 他說橋啊 做船就很方便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有一座橋 不是很方便嗎 當然是很方便 那你贊不贊成 這個建造的橋 就開始 就開始 在考慮 就要講不講 就有一點敏感性的話題 但是 他們還是會講出一些 你如果 這樣子問的話 你還是會講出一些東西出來 其實這個 在做這種議題型的時候 我們其實這不好找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 方法 就是用牽線 找一個關鍵人物 或對價關鍵 或畫家常 的方式 轉入議題 那 剛剛講 就OS的引述 就是說 我也很大膽的用這個什麼 南北干大橋是 馬祖大災難的開始 我是先有所本 先上網找這句話 後來我結語的時候 那個馬祖大橋是 在居民災難的開始 還是共融方向的一個 一個開始 所以 我講這句話應該要有所本 因為這個我也被人家問過 你怎麼說是災難開始 所以說我在報仇議題型 我找那些題材 是要有所本 一直在講說有所本 那我想分享就是 我有拍一部影片 後來 這部影片 就是大家拍影片 拍到最後 就是有一個影片 細緻度的問題 就是聲音跟畫面跟特寫 那這個部分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影片 現在人早餐外食人口做多 銅板美食依舊是大眾的選擇 各式加工食品 口感香軟 這個影片呢 當初我有去參加比賽 那就是桃園市的那一個 但是這個評審老師跟我講了 裡面的兩個缺點 那等一下同學看看 可不可以把這兩個缺點找出來 他說這個影片缺乏兩個精神 這個食物背後 吃的是否健康呢 讓三代床位一家子的葉老闆 來告訴你 他加了很多柔軟 讓你外表吃起來很柔軟 而且很香 你做七點麵包 你去看他為什麼那麼好吃 他就是加了很多話 讓他包子那個皮 比較鬆軟 為了韜客的健康 對於食品製程 堅持不參用添加劑 這邊的小孩子有時候天天吃 我們的面線就是怎樣 有一個小朋友 從一年級到四年級 每天吃 你看從這個我們就想到 如果你添加很多化學的東西 你看小孩子每天吃 他會怎麼樣 我們用的材料 基本上都沒有發出 堅持手工切料不用機器 過程凡序辛苦自嘲 是在做哀怨水錢包 請問女兒當時要講 一般都噴 雞雞削 可是削的也有問題 太細 他如果包水餃 可以OK 但是高麗菜 因為我們肌肉比較多 你如果搭配細的東西 會口法比較好 所以很多都用手切 我們來包座 女兒他們都掛繩子 哀怨水掛 您為什麼一直想要來這邊吃 他有什麼吸引你的地方 可以感受到 老店的一個懷舊 然後還有就是很好的味道 三代傳承走過一家子 在地特色銅板美食 吃酥美味也要吃得安心 記者威廉桃園菜本報道 那 這部片我是在拍 大概 桃園在地特色的美食 那個介紹 那這裡面呢 那個老師也點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欸 是 解析性沒問題 但是缺乏那個 就是這個影片細緻度啊 細緻度是什麼 就是大概裡面有一個聲音 畫面跟特寫 那這裡面的缺點喔 大概我有整理出來 這個我如果再把這個弄下去的話 欸 這個部分就改 就是可以改善喔 那大家來看看 它到底缺乏了什麼 這個煙 還有聲音 還有那個特寫 這個煙很重要 這裡面 這個評審就說 你喔 那個煎包至少要那個 翻開 那個煙啊 喔 這個後來我就想 喔對齁 你以後大家拍東西的時候 一定要 抓住那瞬間那個 那開鍋那一陣 那很重要 那個可以加10分 然後再過來就是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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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聲音啊 我那個聲音 大家要錄音 但是你們沒有想過 你要怎麼拍得出來 你手機可以放到那個煎包台這樣拍嗎 你可能拍不到 因為可能他們單眼那種拉近才可以 我們手機可能拍不到 好 那後來我又去買了一個 那個小的那一個 高波羅那個 我就想說 我要一個吸鐵 把他吸 到時候我要放那個 就還噴不到我 可以拍影像 又可以拍聲音 那我大概 又花錢又花下去了 那無人機花 這個又花了幾萬多塊 拍山上 拍海底 都可以拍了 現在大概又 越陷越深了 那大家可能就是注意一下 在拍這種美食影片 這種煙霧聲音 然後一定要特寫 這三個元素 融入在這裡面 哇 那大家作品以後就是 非常 非常的不錯 還有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 好 那我這邊接觸到 就是同學常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訪問的時候 收音會失誤 為什麼會失誤 因為大家現在 可能都用一個無線的 我以前用過那個 一個無線有線的 但是後來品質不是 會常常 受訪者在動 他這裡面有 那雜音就 結果壞掉 不能用 就是有這個問題 再過來線 我也用無線的 無線的會變成說 你插上去的時候 有時候忘記開 結果繞了 上個月我去錄又太急 結果受訪者 從頭講到尾 那一段 完全沒有聲音 這個大家真的要特別注意 你這個訪問收音的失誤 可能大家也是一個 非常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就是常常問的問題 所以你可能就是說 有線阿 再用聲音拍完之後 要再聽一次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再過來 錯過 重點沒有錄到 這也是之前同學有問我一個 就是說 如何讓受訪者再講一遍 譬如說他看你錯過之後 你又不好意思叫他這小孩 那怎麼講呢 那時候同學問我 我就說 我又跟他講 那是同學問的 俗 親親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老闆 你剛才講的那一遍 真的非常的精彩 我們現在有多了幾位同學進來 你可不可以再分享一遍 然後再讓我們同學 再聽得更清楚 然後再把你這邊的畫面 就是把你所講的這邊 再讓我們記錄一下 這是一個話語嘛 那如果說你直接說 老闆 我剛才講的那一遍 你可以再講一次嗎 他就很 堵什麼的東西的齁 就很難講 所以說 有時候 錯過沒錄到沒關係 你可以用一些話語 再跟他講一下 就是 老闆你剛才講的好 我想再聽一下 你可以再講一下 你可以再講一下 像是他講太多 你可以有三分鐘 幾分鐘再講一下 話語 這其實都用話語 就可以讓他解決這個問題 錯過 從要錄都沒錄到 然後有時候同學 他也問我 他發現別人優點的時候 就說 他那某某人拍得很好 我很想學學 然後學 就是很欣賞他的作用 我就跟他回答說 其實你 你能夠發現到別人優點的時候 就是你 你已經進階到這個階段了 其實你已經有 已經自己的學習成果 已經有到這個階段 你可以看到別人的一些什麼的 優點的時候 表示你已經進階到這個階段了 所以我就說 你可以好好的去 再 欣賞他的影片 看他的優缺點在哪 其實你要跨過這一步 不會太難 只要你再繼續跟他 分析下去再多看幾遍 你就會再做一個進階了 那再過 剛才這個受訪者不願意訪問 大概也說了 用幾個步驟 那不知如何提問的話 有時候同學 大概會遇到這個不知如何提問 其實這個 大家都是一個盲點 那其實我剛才講的 就是5WEH 就是大家的一些經驗累責 那其實這裡面 不知道如何提問的話 就是 可能就是 要見招拆招 看今天 像今天有很多 我們去拍婚屬 其實大家問的問題 其實也有限 因為不知道什麼狀況之下 要問的話 老闆也是縮東 有時候會 講到西那邊 其實這個提問 老闆不會說 我們就要設定議題 讓他說 往這個方法去講 所以變成 這也是一個專門的學問 那其實同學說 我要怎麼學習 其實我發現一個 其實我都會正在你學習 像Peple裡面的主播文稿 我們自己的Peple 我們團商Peple那個文稿 其實他們都已經 幫我們順過一次了 寫出來就非常 那個主播文稿 前面那個OS 那個主播那個Stan那個 就寫得很精簡 又很漂亮 那些文字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看 他們幫我們修擺過的文稿 是怎樣的 就從這裡面去學習 我們寫得太攏長 他可能寫得很重點 那Peple裡面的文稿也是一樣 他都寫得 有時候我自己寫完 就看他幫我寫 覺得好順 就從這裡面再重複學習這樣子 那就是大家拍影片 拍長 初學者可能就是拍說 我要拍的時候 拍到90秒 或三分鐘又回到90秒 其實這個部分 我也都是在學習 在On TV裡面 他們怎麼幫我剪的 然後做更精簡這樣子 這大概就是我成為 郭明記者 大概目前所接觸到一些 可以跟大家同學分享的一些經驗 那以上Peple 謝謝